在海狸世界中,想让自己变强的话,正常情况下,无非有两种途径,一种是使用了恶魔果实之后,产了恶魔果实之力,让自己变强,像鲁飞,白胡子,黑胡子等等。 还有一种是通过锻炼身体,或者霸气让自己变强,像锁龙,鹰眼,红发等等。 当然,除了这两种方式之外,有一些人比较另类是通过改造的方式让自己变强的,而这些人也是极少数人的存在。 下面我们看看海贼世界中都有哪些改造人。 一、弗兰奇说起改造人,大家最熟悉的改造人,就是草帽海贼团的弗兰奇了。 这位草帽传统传工在《水都篇章》中出现,由于自己对自己进行人体改造,让陆飞十分喜欢,最后邀请上船并承担船工的工作。 在相波地道被熊开飞之后,获得了贝加庞克博士的实验数据,又一次将自己改造升级,最终形成目前最强的改造形态。 二、暴君熊熊原本是革命军的高级干部,被革命军安排作为间谍,出现在世界政府中,可是不久自己的间谍身份被发现,被世界政府交给贝加庞克博士,把他作为和平主义,实现武器的实验材料进行改造。 在贝加庞克的改造下,熊完全丧失自我,现在已经沦为天龙人最喜欢的奴隶了。 三、文斯默克兄弟,随着万国篇章的开启,山智的身份被揭露,而山智的兄弟们文斯默克家族的其他兄弟都是改造人。 由于山智因为改造失败,并没有变为改造人,而其他人像永智、伊智和弥智,已经由嘎指成功将其情感记忆给消除,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改造人。 外加超强的黑和记作为辅助,其实力不容小觑,每人实力都不在七无海之下。 四、责法责法原本是海军大将,由于在与白胡子二世战斗中失去了手臂,被迫接受了海军的科技改造,被移植了辅助海楼时的钢铁手臂。 这个手臂重量惊人,要不是责法有着大将的实力,估计会很难使用这个手臂。 不过在这个手臂作用下,责法的大将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。 五、洛克这个人,你能够猜到了吗?他可是黑猫海贼团的团长。 韦天曾在SBS宗说过其智商水平,是仅次于红发海贼团的班贝克曼的。 可见其智力水平有多高,而且能够隐藏自己的身份三年之久。 就是为了博取可雅小姐的信任,夺取其财产来看,其心智真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。 而他的武器如同金刚狼一样,手刀伸缩自如,可见也是经过了人体改造。